自101空降师在越南战争期间,北正编为空中突击师后,第82空降师就成了美国陆军,现役唯一一个空降师了。 该空降师隶属美第18空降军,显著美国本土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堡,绰号全美国人,为唯一可通过散将进入作战地区的全舰之师,机动能力突出,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作战运用战术,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。 第82空降师组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在二战中锋芒毕露,更是现代战争中极先锋。 第82空降师于1988年方兆轻型步兵时的编制方案实施了改编,目前,全时总兵里计2万人。 下下两个散将旅,每个旅下下三个散将步兵营,一个空降旅下下三个空降步兵营,一个航空旅下下两个营,一个中队,一个空降野战炮兵团,下下三个空降野战炮兵营,以及其他师属支援和后勤保障分队等。 从80年代末开始,第82空降师陆续换装了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,极大的加强了其综合作战能力。 目前,该师主要装备有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58套,陶石导弹发射架218具,105毫米,牵引式榴弹炮56门,60毫米迫击炮64门,81毫米迫击炮40门等各型火炮160鱼门。 M551谢礼灯轻型坦克64辆,各型战车1300余辆,5960具用于夜战的各种夜市器材,AH64APA,其攻击直升机36架,OH58G2A观察直升机44架,EH60黑鹰电子干扰值升机4架,UH60黑鹰多用途直升机41架等。 各种武装直升机125架,180架包括C17空中霸王,C5银河,C130大力神,C141运输星等各种大行军用运输机24小时全天候待命,随时准备用散架和鸡架等各种方式,把82空降师运送到全球任何作战地区。 第82空降师战略机动能力强,武器装备十分精良,因此一直在美本土坦任战略与背对,是美中央总部下辖陆军四个快速反应师之一,可向全世界任一地区实施快速部署。 该师可完成战略、战役和战术等多种任务,包括通过垂直作战,夺取和恶守重要目标,营救被围困在海外的美国公民,增援前沿部署部队,进行大规模战术袭击,担任战略或战区域背对,为准备长时间的地面或空中作战,夺取一个或多个中间基地或前进作战基地等各种作战任务。 在越南战争、巴拿马战争、海湾战争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,该师都是首个到达作战区域部队之一,实战经验十分丰富。 美国陆军号称,该师战斗力远超一个大国空降军,是的,即使是最有实力与之抗衡的俄罗斯空降兵,一个空降师兵力也只有6000余人,装备各行战车近400辆,各行火炮19, 铃鱼门,以及30多架各种武装直升机,其武器装备从数量和性能上,与美国第82空降师相比,相差甚远,其大型军用运输机长倍数量,搭载水平和远距离投送能力更是无力相比,可见美国说的这话虽有点炫耀,但毕竟实力就摆在那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